Sanaclaro 院下星期一將重開更多商店 不過規定所有商店必須填寫一份網上表格 才可開門營業 另外又會收緊一些衛生指引 禁止室內聚會 Sanaclaro 院下星期一將重開 理髮店、修夾店、健身室等商業 以及准許民眾在有社交距離及遮蓋口備下 舉行不超過 60 人的戶外集會 院府亦都規定所有已經重開或即將重開的商店 必須在下星期一之前遞交網上表格 確保商店有跟足社交距離等最新的防疫指引 院府批准之後會寄回兩張證明 每個客戶在商業開始星期 必須看到這兩張照片在窗戶上 具體的確定是多少人可以在商業 以及什麼你期待做 如果看到這些照片在錯 或是資訊是否正確 或是實施法不顯示 在社交距離網絡 你可以召喚市區 院府有說這個專門會有職員接線 幫助商店填寫的申請表 店主可以打408-961-5500查詢詳情 民眾亦都可以打866-870-7725 向院府舉報一些沒有遵守防疫指引的商店 院府亦公佈了一些重開理髮店或收甲店等指引 包括規定職員及顧客必須車蓋口備 規定商店只可接受預約 不准顧客獲見 顧客亦必須在自己的車內輪候 另外建議顧客盡量攜帶愈少的個人物品愈好 減少物品接觸病毒風險 商店都應該提供膠袋給顧客裝好個人物品 另外,院府亦收緊了一些衛生指引 將由原本在7月2號准許不超過20人的室內聚會 現在改為禁止所有的室內聚會 新的區內院今日多189宗確診個案 總數達到5678宗 再多一個人死亡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.ktsf.com收看